剛剛是查編號 那如果說你用VBA 假如說我今天 希望查的是姓名 比如說你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個過來 然後把編號一樣 把編號部分的那個 再驗證一樣把它改回來 改成清單 這個把它拿掉 OK 把它改為任意值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 再把它改成 清單 然後來源的話是姓名 所以這邊的話第一個 把查詢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查他 查他之後呢 那我今天要能夠 把其他的欄資料帶過來 那這個地方當然 我們可以 把VBA稍微做個變更就好了 所以VBA部分的話 第一個 模組部分 把這個乾脆感受C好了 然後直接就是改到底下 貼上 這個叫查詢 我的習慣是加個 底線姓名 比如說這個是查詢姓名 好 那以後 我想 你就知道 至少你會改程式應該也是一個蠻重要的動作 第一個的話 先把C3 丟給x 那C3這個時候就是姓名 第二的話 一樣切到那個LUGA 然後去查詢 所以 如果你要知道LUGA裡面到底是 放什麼 你就切過來 然後再切回到那個 這邊 我們做什麼 一樣 記得把A欄改成什麼 B欄 對 那他就會去比對 兩個之間比對 如果有找到的話 那就怎麼樣 就幫我把 裡面的 A欄 改一下 改到什麼 C3 應該 他那個地方應該是C2 然後C欄 改 所以這樣 其他就OK了 所以改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 再來做什麼 試試看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 一樣是輸入一個 姓名 給一個姓名 那有沒有辦法把其他的欄給抓回來呢 直接執行一下 沒有沒有抓 只有抓這個 假設我今天 那如果說 直接執行的話 查這個 那如果說 有 可能會有問題 我建議是 你改完之後呢 可以設個中斷點 那這個中斷點的目的 就是說你可以 程式停在這邊一下 他已經切過來 我確定一下裡面的值 比如說無丹雅 那他幫你查 查什麼 查裡面 第一個不是 第二個不是 第三個 找到了 對不對 那找到之後的話呢 再來問題是出在哪裡 我知道應該出在這裡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所以因為我已經 又複製了一個 但是我忘了 其實 其實一般同學很習慣就是貼上了之後以為就什麼事都不用管 其實問題才開始 所以我建議 怎麼樣 即便你有100%的確定 但是習慣上我還是建議用中斷點 因為這個中斷點非常好用 即便是我自己 我也還是 我也還是一樣 因為我也不敢保證 一定不會錯 所以 千萬 不要太有自信 還是 所以你看 馬上 像我剛剛我也是 對 哪裡錯 我也搞不清楚 對啊 沒關係 所以有的時候 這跟人跟人相處一樣 如果兩個人突然 情緒不好的時候 先停下來 好 甚至先分開 那個情緒也許就 好像一下就沒有了 比如剛剛本來要吵起來了 對不對 突然你分開了 你離開了 回來 突然忘記剛剛我要吵什麼 就沒得吵 所以有的時候 類似像這樣 像昨天看一個新聞 有沒有看那個 永吉路上面那個 有沒有看那個新聞 永吉路上面不是有那個 什麼什麼小三還有原配 然後什麼小三還趴在那個 那個什麼 引擎蓋上面 然後那個 那個男的就衝撞另外 因為是什麼 我覺得怎麼可以 這麼 這麼激烈 我還以為是在拍電影 不是 那個男的就一直倒車 然後一直衝撞 一直衝撞 撞來撞去 可能是一直情緒 因為他靜下來之後 他應該不會做這種傻事 他一想到後續 對啊 你的車都撞爛了 對不對 然後 後續有這麼多問題 不過那個 可能也有問題 他說兩個 他有一個原配 然後有一個小三 然後生八個小孩 哇 好奇妙 這個 所以這個應該也不是 我們一般人可以想像的